高速飛球到右邊 她是掉了 歡迎收聽子路運動第38集節目 大家好,我是愛運動的子路 這集節目開始 我想先來聊聊Jef、徐政賢這個人 另外一個Podcast的節目 世界運動Pod 不定期的都有在訪問他 不是訪問 就是請他來當來賓 然後再聊一些我們體談的事情 比如說體育署的黃金計畫選手 比如說學生運動員轉學競賽的這件事情 等等 大家有興趣的話不妨來聽聽 其實我很早就認識Jef這個人 200幾年 因為他是彭博網球 那時候有個彭博網球公司還是什麼的 運動行銷公司之類的 有辦一些職業賽的網球賽 也有辦一些業餘的網球賽 以前我就有去參加過這個 彭博網球社辦的業餘網球賽 其實他們還蠻熱心的 然後在推廣網球這件事情 我是說大概很久很久 失誤更久以前 很多年以前 所以算是很久很早以前就認識Jef這個人 後來呢 就比如說近期 他在運動事業趴有他的單元之後 我也有聽他的單元 因為我不見得每個來賓的單元我都有聽 他的單元我都有聽 其實我還蠻認同他講的那些理念 那尤其我剛剛有講到 學生運動員轉學競賽這件事情 已經有在公共政策網路平台上面被提案了 如果其實我們關心體育的人 我不曉得你是用什麼行為在關心 其實各種行為都可以關心體育 你去實際的參與這些運動 然後你去看職棒看直籃 你去看那些球賽 還有那個企業排球聯賽等等的 你去實際去看那些比賽也是 關心台灣體育的一種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比如說像這種比較生硬的規定 學生運動員轉學競賽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不見得有實際接觸到這些規範 但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比如說你去試運動趴聽一下Jef的單元 然後FB或者是YT上面 也有Jef徐 Jef徐 塔爾賽上面會有發文 然後會有影片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這些內容 如果你認同這個理念的話 那歡迎上去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面去覆益 這個覆益還有六天 這是我錄音的今天是禮拜一3月11號 還有六天 那等到我節目上線以後 可能剩下四天或五天 那還需要兩千多個覆益 所以這集節目呢 就用節目開始這段短短的時間來 請大家共同來參與這項覆益的活動 那怎麼覆益呢 Google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上去之後 我來看一下我剛剛怎麼進來的 上去之後 上面有一排選項 你就選來覆益這個選項 然後來覆益這個選項呢 還有很多個覆益的項目 有222筆 很難找對不對 沒關係你用搜尋的 你在那個覆益那邊輸入關鍵字 我剛剛就是輸入學生運動員五個字 就跑出來啦 這個實際的名稱叫做 廢除學生運動員轉學競賽規範 你就點進去 他有一些必填的欄位再去填一填 你就覆益成功了 其實覆益成功也不代表 馬上就會把這個規定給拿掉了 應該是說覆益成功 應該是說政府單位呢 相關的單位他就必須要拿出來 重新審核這項規則 然後討論這項規則的適用性 那有討論呢 就能夠更貼近實際的狀況 那學生運動員競賽 為什麼會被競賽 是因為有挖腳的情形發生 但是挖腳的情形到底有多嚴重 當然也會有一些學生 他是因為在這個學校適應不良 或者是有一些學生 他是因為家長工作換了 或者是搬家了 所以他到了別縣市去 他就必須要轉學啊 有很多很多種不同的原因 那因為我這節節目 沒辦法跟你講得很清楚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上FB或者是YT裡面 去看Jeff許的文章或影片 你也可以上運動世界帕 去聽一下Jeff的單元 那他裡面他有親自的說明 一定會比我講得還要更清楚 好啦 那我這節節目開頭的部分 就到這邊囉 第一個單元職業網球的部分 我們先從男子選手來開始 男子選手這禮拜比較簡單 因為只有四個人出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以往在ATP挑戰賽等級的賽事 有出賽的選手 曾鈞昕的部分呢 他回台灣充電 吳東玲跟莊吉森 還有何成瑞的部分呢 他們也都沒有出賽 所以以上四位選手都沒有 只有許一秀有出賽 他去打了歐洲瑞士的比賽 是C75等級的ATP挑戰賽 總獎金7.5萬歐元 在單打從會外賽開始打起 連過兩關進入到會內賽之後呢 在會內第一輪就輸球 那跟他的雙打一樣 都在會內第一輪輸球 那所以許一秀上週的賽事 就止步在單打跟雙打的第一輪 那另外我們 連三週闖進決賽的黃崇豪 上週也是沒有出賽的狀況 不過有一位選手李冠義 倒是出乎意料的出現 李冠義其實很久沒有打職業賽事 我以前覺得他蠻厲害的 也不是說現在就覺得他不厲害 因為他就是被喪勢困擾 不然他真的還蠻厲害的 又休息了一陣子 這兩年他都很少在職業賽場上 再出現 上週他跟王凱毅 共同打了那個南雙的賽事 他們參加的是位在土耳其 安塔利亞M15等級的ITF挑戰賽 打到南雙的八強止步 那王凱毅呢 另外還有參加單打的賽事 他跟徐傳恩都一樣 必須從後來賽開始打起 但是也都沒有通過後來賽的考驗 止步在會外第一輪 以上就是台灣四位男網選手上週的成績 就很簡單的就這樣子 再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女子選手的部分 台灣的女網選手上週表現得特好 怎麼說 我們就來一一的看他們的表現 先來看一下謝淑偉 謝淑偉參加的這張賽事是 印第安全的公開賽 1000等級的賽事 來我來打開一下我的表格 因為 因為 其實我以前看比賽 我自己在看比賽的時候 就1000等級的 然後 也不太會去注意他的積分 或者是去注意他的獎金 一直到我現在做節目 我才會去特別看這個東西 因為自己看的時候 就大概的看一下這樣就好了 那你做節目的時候就有個責任在 我不能把這個內容講錯 就會實際的再點進去看一下 我以前一直以為1000賽事 像我們前兩個禮拜 謝淑偉他去打了什麼杜拜 還有什麼 看一下 嘿 有點忘了 杜拜 杜哈的那些1000等級的賽事 那些總獎金是321萬美元 但是他 3月初的這一週打的印第安全的賽事 也是1000等級的賽事 但是總獎金卻是925萬美元 差了兩倍多將近三倍 同樣都是1000等級的賽事 居然有這樣的差別 我一直到我做節目之後 我才有去細看這些內容 積分的部分 職業賽的積分的部分是一樣的 就是剛剛講什麼杜拜 還有杜哈那幾戰1000等級的賽事 跟這個印第安全的賽事 同樣都是1000等級的 但是他們的分數是一樣的 只差在獎金 32千的賽事 同樣都是32千的賽事 第一輪 輸球 你在杜哈杜拜那些1000等級的賽事 你可以拿到 我都以雙打來講 因為謝淑為 因為我們的女雙主要就是在 雙打賽事上的成績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東西 就是以雙打為主 第一輪的獎金 在杜哈杜拜那些等級的 1000等級的賽事 是9100美元的獎金 你如果第一輪輸球 那在印第安全的話 你第一輪如果輸球 你可以拿到Double的獎金 比剛剛多一倍 18640美元的獎金 同樣的 你在第二輪 八強四強決賽裡面 拿到的獎金都是 在杜哈杜拜在那邊的 兩倍以上的獎金 好了這邊獎金的部分 不要講到那麼細 到時候看我們的選手 達到第幾輪 我再來講他們第幾輪的獎金 好那謝索威首養 他在印第安全這一戰的 1000等級的賽事 他也報名了單打 那很可惜單打 在第二輪的時候 輸掉 單打兩輪 贏球你就可以進去會內了 很可惜他在第二輪輸掉 沒關係那個單打只是 應該說打好玩的吧 就插花的啦 謝索威還是以雙打為主 印第安全這一戰 他的女雙已經進去到八強了 那是女 今天媒體的最新的消息 那吳芳賢呢 他也有參加印第安全這一戰的賽事 他在第一輪就輸掉了 那第一輪輸掉 我剛剛有提到 第一輪輸掉可以拿到多少的獎金 18640美元的未扣稅獎金 當然是兩個人 兩個人要去分這些獎金 好那再來就是其他的選手 再來我們一樣 先從那個等級比較高的賽事 來出發啦 這是良恩索 良恩索參加的是位在斯洛伐克的比賽 W75等級的ITF巡迴賽 總獎金是6萬美元 你還記得他上週的單打 也是打斯洛伐克的賽事 那單打從外外出發 然後一路打進會內的四強 那這週的單打呢 則是在會外的第一輪就止步了 因為他的籤表不好 抽到了第一種子 會外賽的第一種子 兩個人殘戰了三盤 那在第三盤 良恩索以協為的差距輸掉了 那樣的比賽 所以他就在會外第一輪輸球 會外第一輪輸球沒關係 他的雙打則是打得非常的好 他的雙打看一下 嘿 打進了決賽 然後也是打到第三盤的搶食 那因為現在雙打都是女雙 第三盤都是搶食 良恩索這一組 在10比9的領先狀況下 被對手連得3分 然後以12比10 輸掉第三盤 也就輸掉了這場決賽的冠軍 最後良恩索就以亞軍來收場 好 良恩索的部分講完以後 我們來看其他球員 再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參加 ITF巡迴賽W35等級 位在義大利的比賽 參加的選手有兩位 曹嘉儀跟李宇雲 我們先來看曹嘉儀的部分 他榮擁女雙的第一種子 果然沒有讓第一種子露氣 直闖決賽拿到了最後的冠軍 李宇第三種子的身份 也打進去到八強 在八強止步 好 接下來我們看另外一場賽事 是ITF巡迴賽W15等級 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賽事 那這場賽事也有選手拿到冠軍 也是台灣選手 應該說這場賽事的決賽 就是由兩組的台灣選手來對打 一組是卓宜萱卓宜成姐妹兩 另外一組是林方安跟他的搭檔 兩個組合在決賽碰頭 最後由卓宜萱卓宜成姐妹兩 拿到了冠軍 那林方安就以亞軍來收場 那其實四強還有另外一個台灣組合 是李亞欣 李亞欣就是在四強的賽事 輸給了卓宜萱卓宜成姐妹兩 所以在四強止步 那這一場賽事除了雙打以外 單打其實也有不錯的成績 卓宜萱在這場賽事打進去到了四強 卓宜成則是在第二輪止步 另外林方安第一輪輸球 然後李玉雲、鄭竹雲、張天馨 還有許家萱這四名選手 則是在會外賽的時候就輸球了 好的那以上就是網球的部分 好,趕快來進入雨秋的單元 上週啊,台將打出不錯的成績喔 尤其是在南雙的部分喔 其實南單也打得不錯啦 好,我們趕快來進行 我們上週的賽事回顧 上週有兩場賽事進行 一場是超級750的法國雨球公開賽 另外一場呢 則是葡萄牙雨球國際系列賽 那依照慣例啊 我們還是從等級比較高的賽事先來回顧 好,那至於回顧方面呢 要由誰來開始啊 這個我錄音前先想了一下 我們就從這個 世界排名比較高的選手先來開始 先從南單的部分喔 那世界排名位在第一位的是周天成 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4名 上週在超級750的法國雨球公開賽呢 第一輪遇到了世界排名24的 印度選手Kidambi 兩個人相差了10名的排名喔 不過周天成還是沒辦法通過Kidambi這一關啊 以1比2的局數喔 輸掉了比賽 再來我們看排名第二的是誰呢 林俊逸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1名 我說一下喔 這個世界排名是變動的喔 那我抓的世界排名呢 是在法國雨球公開賽前的世界排名 因為打完了一場賽事之後 大家的世界排名一定會再重新洗牌一次嘛 會讓你的成績重新洗牌喔 那所以我這邊講的世界排名就是 在超級750的法國雨球公開賽 開打前的世界排名喔喔 平均一排名第21名 第一輪遇到的是 世界排名第11名的日本選手西本拳泰 這個 呃 呃 其實實力沒有差到10名這麼多啦 我覺得 因為之前遇到西本拳泰 都可以打得很好喔 呃 有輸有贏 那輸不會輸太多 贏呢也不會贏太多喔 那果然啊第一輪 喔 贏了西本拳泰以後 到第二輪呢 遇到了世界第八的那個 泰國選手 昆拉伍特為提散 那世界第八的那個 VITICSAN 他真的就比較難打一點啊 不過林均一上去年也有贏過他一次喔 好那最後在殘戰的三局之後呢 就败給了昆拉伍特喔 很可惜 在這場超級750的法國雨球公開賽呢 林均一止步在第二輪喔 這樣對他的積分來講喔 沒有多大的提升喔 在要晉級奧運的這條路上喔 又越來越難喔 再來我們看排名第三的選手王子維喔 世界排名第二十七名 王子維的籤表很硬啊 第一輪就遇到了世界排名第九的 這個印尼選手 Christy喔 驚奇的打敗Christy 其實我以前在節目上有講過 我覺得Christy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選手裡面 最好打的一位 欸 反正他的 我覺得他的穩定性不是很好啦 那重點來了 王子維在通過第一輪之後 第二輪遇到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 丹麥選手 安塞隆 安塞隆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喔 因為他會說中文 他幫自己取的名字叫做安塞隆 這個 大家都應該想說在這邊就要止步了啊 結果 事情沒有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王子維硬是打掉了安塞隆喔 而且是直落二喔 這場真的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鏡 好王子維在晉級到八強以後 遇到了世界排名第八的第八種子 泰國 昆阿武特 啊 在昆阿武特在16強解決掉林均一之後 在八強又解決掉了我們的王子維喔 那王子維就止步在八強喔 是這一次男單成績最好的選手 好我們接下來看第四位選手 世界排名第31的蘇利昂 蘇利昂的第一輪對手呢 是世界排名38的中國選手 趙俊鵬 趙俊鵬在上一場比賽 連續打掉我們的周天成跟李家豪喔 這一次蘇利昂幫他們復仇了 在第一輪呢 把趙俊鵬給打下來 到了第二輪遇到了印尼的瓦多約 瓦多約的世界排名32 欸跟蘇利昂只差一名喔 但是蘇利昂很可惜啊 其實我覺得蘇利昂每次的籤表都還不錯喔 他每次都可以抽到非種子選手 然後他的進擊路上 種子選手出現的機率也都不大喔 這樣子看 一路上看比賽看下來 這個感覺啦是這樣子 不過我沒有實際的統計數據啊 那很可惜蘇利昂在16強 輸給了印尼的瓦多約啊 止步在16強 第五名選手是世界排名35的李家豪 欸你看我們的男單實力很堅強欸 台灣排第五的選手都還有世界排名35欸 好 李家豪在第一輪的賽斯就遇到了第三種子 欸第四種子啊 這個丹麥的安東升 反正第三種子跟第四種子差不到哪裡去啊 這個實力都很堅強啊 那輸給了這個丹麥的安東升 止步在32強的第一輪 南丹就是以上五位的選手參賽 那這五位選手呢 同時會繼續參賽本週將要進行的 呃全英宇球公開賽 全英宇球公開賽是超級1000等級的喔 那希望我們的林軍可以打出更亮眼的成績啊 為他的晉級奧運之路喔 開創一個美好的一扇床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一下奧運幾分的部分 五名的南丹選手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南雙的組合喔 南雙我們同樣有五個組合參賽喔 在南丹跟南雙來講喔 各有五個組合參賽 這都是歷年超級750 超級1000等級的最多的組合喔 欸這五個南雙組合也都會去參賽 那個全英宇球公開賽喔 很難得台灣有那麼多組合 可以一次參賽那麼高等級的比賽 好來南雙的部分呢 排名世界排名最高的是林洋配喔 世界排名第10 這個籤表就印啦 第一輪就遇到了 第二種指世界排名第三的中國選手 王昌跟梁瑋坑 輸給了王昌跟梁瑋坑喔 止步在第一輪他們是 的籤表印啦 對了我剛剛忘了講喔 我們五個組合的南雙啊 他們的對手 第一輪的對手全部都 排名都比自己還要高 而且還高出不少這樣子 就是我們南雙的籤表 看看有多硬啦喔 再來排名第二的組合 李哲輝跟楊柏萱的組合 世界排名第16名 他們在這場賽事呢 就創造了屬於自己的驚奇啊 接下來這個 這個李哲輝跟楊柏萱的晉級之路喔 你要仔細的聽聽看喔 他們的世界排名是第16名喔 第一輪就遇到了印尼的組合 非毛組合啦 非克里跟毛拉瑞喔 簡稱就非毛組合喔 世界排名第9喔 把硬是直落二 把這個世界排名第9的組合 給拉下馬來喔 第二輪呢 遇到了第二種子 世界排名第3的中國選手 王廠跟梁瑋坑 就是剛剛打敗林陽佩的那一個組合 我們的李哲輝跟楊柏萱喔 再以直落二的成績的局數啊 把世界排名第3的選手 再把他拉下馬來喔 然後到了第三輪 遇到了世界排名第7的 印尼選手雙阿的組合喔 不囉嗦 再度直落二打敗對方 打敗這組印尼的雙阿組合之後呢 挺進到的四強喔 四強的對手 世界排名第6 日本的小林幽吾跟保木佐郎 你看喔這一路的晉級過程 遇到的對手 沒有一個組合的排名高於世界前十啊 高於低於 反正每一個組合的世界排名 都是比他們強很多啊 高很多啦 這個李哲輝跟楊柏萱 近況真的是好 再度直落二打敗了 日本的小林保木的這個組合喔 挺進到了決賽冠軍賽 遇到了世界排名第1的第一種子 印度的夏體跟南基雷迪 這場在禮拜天晚上12點左右開打的賽事啊 我也追到了迪喔 這場比賽沒有打了很久 節奏進行的非常的快 大概40多分鐘吧就打完了 那我們的李哲輝跟楊柏萱 很可惜的輸掉了比賽喔 不過這已經是他們這個組合 生涯最好的成績喔 第一次打進超級750的四強跟決賽喔 我們恭喜這個李哲輝跟楊柏萱喔 上一戰的超級300德國賽冠軍 然後這一次這一戰的超級750法國賽 晉級到決賽喔 這個分數大進補啊 如果這樣進補下去啊 會不會威脅到林洋沛的奧運直路呢 我們持續看下去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就是 台灣排名第三的組合喔 羊肉爐的組合世界排名 喔不是羊肉爐欸 我搞錯了 居然是雙里兄弟 喔雙里兄弟 嗯不錯不錯 世界排名第24喔 來看一下雙里兄弟世界排名第24 他們第一輪的對手是 世界排名19的馬來西亞組合 無是非跟一組丁喔 這個你看我們我們的籤表真的是很硬喔 真的每個組合第一輪都遇到 排名比自己高的人喔 不過算是不錯了啦 沒有遇到種子選手算是不錯了啦 那個雙里兄弟喔 硬是把世界排名第19的馬來西亞組合 給拉下來喔 然後晉級到第二輪的賽事裡面去 第二輪的賽事呢 第二輪的賽事呢 就遇到世界排名第5的 謝定峰跟蘇維伊啊 那很可惜沒有過這個 馬來西亞的謝定峰跟蘇維伊這一關 直播在第二輪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 台灣第4的組合喔 這次真的就是羊肉爐了喔 世界排名第26 他們的第一輪對手 世界排名第十一 印尼的卡爾南多跟馬丁 一個有卡 一個有丁 所以就叫做卡丁車 有人這樣講啦 那個YouTube上面 的YouTuber有人這樣講喔 取了綽號以後呢 你就比較好記了啦 卡爾南多跟馬丁 卡丁車 這樣好記多了喔 那個楊肉爐的世界排名26 然後卡丁車的世界排名11 可是楊肉爐沒在怕的喔 硬是把卡丁車給打壞啦 淘汰掉卡丁車之後 晉級到第二輪 第二輪遇到的對手呢 是世界排名第6的日本選手 小林優吳跟保木卓郎 那在第二輪的賽事 殘戰了三局喔 這場賽事我也有看喔 很可惜 我在第三 前面兩局1比1嘛 第三局我們還以15比12 還是16比13 這我有點忘了 反正 已經到賽事的尾聲 我們還領先三分喔 那結果 自己的失誤 變多了啦 那就被 這個日本的小林保木組合 給超前喔 然後最後 很可惜的 以些微的差距 輸掉了第三局 也輸掉了整場比賽 那就止步在第二輪啦 接下來我們看第五個組合 世界排名39的 博里維跟張克奇 那博里維跟張克奇呢 在第一輪 遇到了第八種子 中國選手 劉宇成功 歐選益 啊 這 就說吧 簽票就是這麼不好 那最後輸給了這組 中國選手 只步在32強啊 不過 綜合這樣看下來喔 我們的選手算是打得不錯喔 都是遇到排名值 比自己高很多的喔 但是 也都有 頑抗的 頑強的抵抗喔 雖然有兩個 兩組的組合 在32強就落馬啦 我們的林洋佩跟 博里維 張克奇 在32強就落馬 不過也 也不是隨隨便便就輸掉喔 更有三個組合喔 李哲灰 楊柏萱 楊肉如 還有雙李兄弟喔 他們都是一路上打敗 排名比自己高很多的選手 然後 一路的晉級啦喔 當然 李哲灰跟楊柏萱 他們 在這一戰打出的生涯新高喔 我們恭喜李哲灰跟楊柏萱啦 也希望接下來的賽事喔 能夠再創出好成績喔 然後 看看有沒有辦法挺進奧運喔 好喔 男子選手看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女子選手喔 剛剛忘了先看女單選手 好女單選手 有四個人出賽喔 首先呢 當然就是 世界排名第三的戴志穎啦 世界排名第三的戴志穎 在一路的晉級過程當中 第一輪打敗了我們自家選手宋碩雲喔 然後第二輪打敗了王子儀 那中國的選手世界排名第九 然後再來打敗 呃 南韓的 不是南韓啊 這個日本的大哭彩 然後晉級到四強裡面去 遇到了南韓的安息 這個安息世界排名第一嘛 兩個人殘戰了三局喔 到了第三局更是達到Deuce喔 很可惜 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好想贏南韓 哈哈哈 沒關係 我們在奧運的賽場上再來打敗他就好 好 再來看第二位選手喔 世界排名第27的徐文奇 徐文奇在第一輪的賽事裡面 打敗了世界排名22的 這個越南選手 然後在第二輪也是輸給安息 可惡 啊 來看第三名選手宋碩雲喔 世界排名29 那第一輪就輸給戴志穎嘛 剛剛在講戴志穎的時候有提到 再來看第四位選手 世界排名30的白玉破 白玉破在第一輪喔 遇到了世界排名34的丹麥選手 克里斯多福真 那輸掉了 這第一輪的賽事 止步在第一輪 以上呢 就是四位的 女單選手的 這個成績 再來 女雙呢 就簡單了 因為女雙只有兩個組合 殘賽喔 那女雙真是我們 最弱的一環喔 那女雙 我們這兩個組合 一個世界排名25 一個世界排名26喔 世界排名25的 李嘉欣跟鄧純勳啊 第一輪 打敗了世界排名37的 德國選手 然後晉級到第二輪以後 遇到了日本 世界排名第八的 松本永遠組合 那止步在第二輪 至於世界排名26的 林婉清跟徐雅琴呢 在第一輪呢 遇到了世界排名12的 南韓選手 鄭納穎跟靖慧真 輸了第一輪的賽事以後 止步在第一輪 接著我們看混雙 混雙也是只有兩個組合參賽而已喔 因為我們的女子雙打 不是女子雙打 我們雙打女生那邊喔 稍微弱了點喔 那期待也要看有什麼 女子選手可以挑出來喔 撐住 幫我們撐住女雙跟混雙 我們混雙第一的組合 葉紅衛跟李嘉欣啊 這個 忘了查他們世界排名第幾 好像是11還是12啦 第一輪遇到的對手呢 是世界排名第七的 金元浩跟鄭納穎 欸 這個 有拼喔 有拼喔 我們不是說被他壓著打的 我們曾經打敗過這個組合喔 所以不是說 其實 李嘉欣跟葉紅衛 打敗過世界前十的選手好幾次喔 世界前五的也都打敗過好幾個組合喔 所以他們是很有拼喔 那這場比賽呢 也纏戰了三局喔 最後 以 沒有差很多的局數喔 也是輸掉了這個 第一輪的賽事啦 只不在第一輪 沒關係 我們在全英公開賽 在捲土 捲土重來喔 再來看 楊柏軒跟胡林芳這個混雙組合 我忘了查 這個混雙的世界排名了 這個楊柏軒跟胡林芳 我印象中啦 大概在30出頭啦 我這邊就特別講一下自己印象中喔 打敗了世界排名第17的泰國組合 不過 這組泰國組合是退賽的喔 他好像有點受傷退賽啦喔 那晉級到第二輪裡面去的時候 遇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國 目前最強的混雙的組合 全球全世界最強的混雙組合 中國的鄭思維跟黃亞瓊喔 那就以這個直落二二的局數輸掉了 以上呢 是超級750的法國公開賽 在法國公開賽結束之後呢 我們還有另外一場賽事喔 剛剛前面有講到 是位在葡萄牙的國際羽球 國際系列賽啦 這總獎金只有一萬美元喔 這個國際系列賽算是比較 基礎層級的賽事 我們參加的選手並沒有很多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南單方面呢 只有一位選手參賽喔 一位選手就夠了喔 因為他只闖進去決賽喔 這是廖佐福喔 闖進決賽之後 然後敗給了 也不能說敗給啦 他是選擇性的退賽 因為腳有腳步有點不舒服喔 他選擇性的退賽 其實因為 你只要打進去決賽 你這個 算是比較基礎層級的賽事啊 這樣硬拼啊 對自己的身體不好 他選擇退賽 因為 因為 廖佐福 我錄音的這一週啊 這一週 他將要參加 超級300的 法國奧爾良公開賽 我不需要在你基礎層級的 國際系列賽 去這麼拼啊 我要把我的狀態 不要讓自己的 會內賽喔 他是會外的第一種子 那會外賽呢 必須要連過兩關 兩關才能闖進到會內賽去喔 我們就先預祝廖佐福可以順利晉級啊 好 那女單方面呢 沒有選手參加這一場賽事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男霜喔 我們男霜有兩個組合參賽 這兩個組合直接在決賽的時候會失 那最後 因為兩個組合 男霜的兩個組合都是台灣選手嘛 所以冠軍當然是留給台灣選手啦 冠軍是陳子瑞跟林玉杰喔 這是新的組合 去年陳子瑞都跟盧政搭啊 然後林玉杰 他跟蘇利偉搭喔 那今年呢 就有點小小的改變了喔 陳子瑞來搭林玉杰啊 最後拿到了這一戰冠軍啊 亞軍呢 則是陳正發跟陳正寬 陳勝發跟陳正寬的組合 他們拿到了亞軍喔 我們恭喜這兩隊的台灣組合喔 好 那男雙方面呢 就是這樣子 再來女雙喔 女雙我們只有一個組合參賽 以第一種子的身份參賽 很可惜在16強的時候 輸給了瑞典的選手 這個組合是許一慧跟林芝雲 好 那許一慧跟林芝雲的女雙 講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混雙的組合 混雙方面 欸 我們有兩個組合參賽喔 陳勝發跟林芝雲 還有陳正寬跟許一慧 這兩個組合 呃 陳勝發跟林芝雲呢 在八強的時候止步 那陳正寬跟許一慧呢 則是達到了四強喔 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兩場BWF的羽球賽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奧運積分的部分喔 奧運積分的部分齁 剛剛聽完李哲輝跟楊柏萱拿下超級 七百五法國羽球公開賽的亞軍之後呢 是不是很想要趕快來知道他們現在的積分狀況 我記得上禮拜的節目裡面提到啦 李哲輝跟楊柏萱喔 他們跟林芝雲的差距大概一萬六到一萬七千分左右喔 那在他們拿下來這場高階賽事的亞軍之後 他們的分數到底是進帳的多少 兩個兩個組合的差距到底是 目前的狀況是多少呢 好 我們馬上就從南雙的部分來看齁 嗯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林芳佩他在第一輪喔 就有訴求了喔 那第一輪訴求鐵定沒有積分的進帳 有有積分啊 有積分啊 我剛剛更正一下 第一輪訴求是有積分的喔 但是你要跟去年的同期來比齁 因為難就是難在齁 你各個組合不是說你今年打的怎麼樣而已喔 你還要再去跟去年的狀況去做一些加減分喔 然後加減分完以後再去做統計 這樣子才是一個比較準的資料啦 好 那這邊當然是我沒有自己做啦 我就看這個官方公布出來的結果啦 林芳佩呢 本來上禮拜的節目還排在第十嘛 我印象中 這禮拜呢他上升了一名齁 他上升一名到了第九喔 來到六萬八千九百五十八分 我們這是實際的分數喔 那據官一臉來看的話就是六萬九千分啦 那我們的李哲輝跟楊柏軒呢 他拿下亞軍之後 上升到了第十四名喔 目前分數是五萬八千三百零四分 這樣子兩個組合的差距還有一萬一千分的差距啊 一萬一千分 到底有沒有機會趕上 就要看超級一千的全英公開賽了 其實在全英公開賽之後還有一場亞警賽 我記得亞警賽也是一千等級的 還有兩場一千等級的的賽事 可以讓李哲輝跟楊柏軒衝喔 看看他們真的 是不是真的能夠衝過林芳佩啊 一方面也帶給我們林芳佩一點刺激啊 好啦那目前的排名呢 就是一個第九名一個第十四名相差五名啊 那其實排名只是分數下的結果嘛 你說相差五名那這五名到底有多巨大 這個你有實際看分數的話 你也不會知道五名有多巨大 那這五名的分數差距大概一萬一千分喔 這個我們越看不好李哲輝跟楊柏軒喔 他們就答得越好 好啦那就讓我們不騎不帶下去囉 南雙看完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南丹喔 因為這就是 目前兩個比較驚險一點的單項 南丹的部分周天城維持在第十四名喔 六萬零兩百八十八分 然後聚光一點來看就是六萬分喔 這個距離你後面的追兵 只有1000分的差距而已 第十五名的追兵啊 印度的深 其實齁這這真的是中間的每個人喔 我們都都要看一下喔 你才會比較準喔 第十五名印度的深喔 李周天城 尤其是深有打進去法國語球公安賽的 的四強喔 所以他分數進帳的很多喔 五萬九千兩百二十一分 距離周天城只有差1000分而已 再來第十六名 中國選手汪洪洋 五萬八千七百五十分 第十七名 這個大麻選手 二十一歲 我記得是二十一歲 黃志勇喔 黃志勇喔 黃志勇排名不斷的下滑喔 已經排到十六名以後了喔 因為他就是傷勢的影響嘛喔 我記得在我上週節目裡面有提過喔 他有腰傷啊 蠻嚴重的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的賽事呢 都是有報名而沒有出賽喔 所以沒有分數進帳 排名就不斷的下滑了 已經排到第十七名了 五萬八千七百三十五分 再來第十八名 中國選手陸光祖 五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分 其實 第十六名的汪洪洋 跟第十八名的陸光祖 這也沒有機會參加奧運啦 你再怎麼拼也沒機會啦 因為中國選手前面 已經有兩個人擋在前面了啦 好 接下來第十九名 就是我們的林俊毅喔 五萬四千六百零六分 這個 除了你要自己打得好以外喔 你如果中國的汪洪洋 然後大麻的黃志勇 還有中國的這個陸光祖 他們三位選手 打不好 打不好你的分數 就沒有進去嘛 那你再加上自己打得好 一來一往之間喔 你可能就可以 衝到第十六名喔 距離第十六名還是維持在 四千分左右的差距 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啦 很可惜在超級七百五的 法國語球公開賽沒有達到理想的成績啊 那就只好再繼續拼啦 我們來看一下超級一千的 全英語球公開賽的籤表好不好 這籤表實在太有趣了 我剛剛有提到說 擋在林俊毅前面的路上喔 有陸光祖 黃志勇 還有翁洪洋嘛 結果超級一千的全英語球公開賽的第一輪呢 林俊毅就對上了翁洪洋 這是不是很有趣 自己的前途自己拼 這是三十二強的賽事喔 如果在三十二強真的贏了翁洪洋喔 在第二輪的賽事也很不好打 因為第二輪就可能遇到第一種子安賽龍 看看希望我們安賽龍 你好好的調整你的奧運啦 就是你現在的比賽可以不用太認真 你把你的目標放在奧運就好了 那現在的比賽你就輕鬆打 看看我們林俊毅有沒有機會打敗你喔 因為林俊毅至少來個八強嘛 否則對自己的積分進仗實在是 不是很夠喔 再來我們來看周天成 那周天成排在第十四位嘛 他也是在那種危險的邊緣喔 周天成第一輪的對手 是印尼的Kristy 就是我剛剛前面有講到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世界前十裡面 最不穩定的一名選手 Kristy喔 如果周天成贏了的話呢 第二輪有可能遇到 這個泰國的昆拉伍特威提山喔 這是剛剛提到好多次的選手 兩個人的籤表 欸不過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這就是大賽嘛 你大賽的籤表一定是 都是不好打的喔 好難單看完以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南雙的籤表 好不好 南雙我們就看兩個組合就好了 就是林楊佩 林楊佩跟那個李哲輝跟楊柏萱的 這兩個組合 林楊佩的第一輪對手呢 是剛剛有講到的卡丁車 印尼世界排名第九的卡丁車 稍微好打一點喔 好希望這個林楊佩第一輪 可以順利的出現喔 然後到了第二輪 這前面真的是很好笑 那個第二輪呢 就可能遇到了這個中國選手 王昌跟梁瑋坑 剛剛法國超級七八五的法國語球公開賽 就是輸給中國的選手了 王昌跟梁瑋坑喔 結果有可能在這場賽事的第二輪再度碰頭喔 真是很有趣 至於李哲輝跟楊柏萱呢 他們的第一輪對手就好打多了喔 這個美國選手世界排名43的組合喔 Vincent邱 邱凱翔 另外一個名字我不知道怎麼唸 好打很多喔 希望你要會打世界排名高的選手 對這種世界排名稍微低一點的選手 不要軟手耶 如果說像這禮拜贏了那麼多個世界排名前十的組合 你卻輸給這種世界排名到43的組合 這樣子會跌破大家的眼鏡喔 不過比賽很難講啊 尤其喔 你已經維持了兩週的高檔之後 也有可能 好啦 我不要烏鴉嘴喔 不過人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你會有一些起伏 你經過了這個一個 一個巅峰之後 你可能就會表現會下滑 一方面 你看嘛 你連續兩站都打進去決賽 你等於是體力 體能的付出很多啊 你相對的你的休息時間就少啦 這也是一個原因啦 你連續兩週等於是 你要花五天的時間 你一週有五天的時間 你都在比賽 然後而且都是高強度的比賽 你只有兩天可以恢復 那對於年紀都在28、9歲的李哲徽跟楊博萱來講 看看恢復的怎麼樣 就是收抄啊 比賽完的收抄也是很重要的 假設你贏了第一輪的比賽之後 第二輪也不會很難打 第八種子 劉宇辰跟歐璇奕 還有馬來西亞的王耀青跟張玉宇 這兩個組合的勝方 那這兩個組合的世界排名差不了多少 就大概在第八名第十名這樣子左右 希望可以順利的打下這個組合 然後如果這樣子順利一直走的話 到了八強 八強我看他們在第二小區 第二小區的籤表真的是好打很多 第二小區唯一的種子是第四種子跟第八種子 如果你有機會打掉第八種子的話 你在八強就可能遇到第四種子 好了這個有點太遠了 我們就先不要看那麼遠 我們一場一場來就好了 那至於女丹女雙跟混雙 女丹應該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女丹我們就戴志穎而已嘛 戴志穎應該是一路順暢到四翔沒有什麼問題啦 那女雙能夠有的看點也比較少一點 我們應該要來看一下混雙 那個葉紅衛跟李嘉欣這個組合 他們反而比較有看點一點 葉紅衛跟李嘉欣的籤表 真是籤運很爛啊 第一輪再度遇到南韓選手 而且這一組南韓選手排名更高 世界排名第三也是大會的第三種子 徐神采跟蔡友定 好那我記得葉紅衛跟李嘉欣有贏過對方 有贏過一次 在去年的賽事 好啦這個未打都不知道啊 比賽還是要打了才知道 還是有機會可以贏喔 我們不用那麼悲觀 好了那今天羽球的部分就到這邊 WTT桌球賽事目前在進行的是 新加坡的桌球大滿貫公開賽 總獎金150萬美元 真的是大賽就是大賽啦 看獎金就知道啊 我們有幾位參賽的選手 先來看一下喔 南單方面 因為這張比賽在進行中喔 3月7號 開始打的喔 先打會外賽 然後接著再來打會內賽 好像前天才開始打會內賽而已喔 我們參賽的選手方面 林云如 莊智元跟高成瑞 那另外呢 黃彥誠跟馮毅欣必須從會外賽出發 喔還有廖正廷 他們三位是從會外賽出發 那目前看到的是說 黃彥誠跟廖正廷都在會外賽的第二輪止步 那馮毅欣呢 通過會外賽的考驗喔 晉級到會內賽裡面去 所以我們有三位 有四位選手 再更正一下 我們有四位的南單選手 在會內賽 目前在征戰當中啊 那女單方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聖宜靖、陳思雨還有劉欣儀呢 他們三位選手直接從會內賽開始來打了 另外呢 有三位選手則必須從會外賽出發 那這三位選手呢 則是李玉淳、黃彥誠跟簡童娟 那目前知道的是黃彥誠呢 在會外賽第一輪就出局了 那有兩位選手 李玉淳跟簡童娟呢 則是通過會外賽的考驗晉級到會內賽來 所以有五位的女單選手 在會內賽征戰當中 其中啊 我再把最新的消息再講一下好了啦 其中啊 那李玉淳跟劉欣儀都在會內的第一輪已經輸球了齁 李玉淳 李玉淳是輸給我們自家球員簡童娟啊 那所以簡童娟晉級到第二輪 正宜靖、陳思雨呢 好像 欸我印象中 簽表 有看到簽表也是晉級到第二輪了齁 好那以上呢 是女單選手的部分 接著我們看一下男雙 男雙我們只有一個組合參賽而已喔 是莊智源跟高成瑞 目前還沒有結果 女雙方面呢 這邊看到的是正宜靖跟李玉淳有出賽 有參賽齁 然後再來就是混雙的部分呢 欸 陳思雨跟林雲如 這個組合有出賽 有參賽 那就是 單打 就是各個單 欸 雙打啦 就是各個單向 各有一個組合參賽這樣子 好那 因為比賽還沒進行完嘛 還在進行當中啊 所以下週呢 再來告訴你 這一場 新加坡大滿冠賽事的結果 以上呢就是本集的節目 最後就要謝謝你收聽我們的節目了 我們大叔野球運動頻道有贊助的管道喔 我們在整整目視平台上有 五十四、一百五十四、還有兩百五十四等等 不同的贊助方案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還不錯 歡迎給我們一點鼓勵 如果你暫時沒有這樣的打算跟計畫也沒有關係 你的收聽呢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啦 歡迎分享我們節目給你的親朋好友 如果你覺得我們還有改進的地方呢 也歡迎告訴我們 讓我們有可以改進的空間喔 我們下週見 掰掰